位于祥安区的马向市场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 个体经营户超4000户 是区内最大的农贸市场 一大早 彭小华就来到这里 和前来买菜的居民一样排队 并在扫码登记后进入市场 这是他最近寻查的常用办法当顾客 通过明查案法 检查人员登记信息表是否完善 摊点进出货台账是否合规 商户有没有按规范佩戴口罩 市场一天消毒几次 疫情发生以来 他每天都会来一次市场 了解掌握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来到药店 他则不断给药店负责人出题 遇到黄马人员怎么办 相关药品是否管控到位 包括口罩的价格 保质期来源渠道等 他都一一过问 他告诉记者 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 都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堂食的问题 每天晚上6点以后 下班以后啊 到八九点钟这个时间段 我们都会在主要的街道 对一些餐饮店进行一些 不准在室内嘛 就是不准堂食嘛 彭小华分管的是 纪检监察 航风效能建设 信房等工作 但他说 光坐在办公室是不行的 一定要走到一线 才能做好市场监管工作 他出门巡查时 都会随身带着 市场监管部门的 疫情防控指导手册 走到哪里 都不忘向商户强调 防疫的重要性 12号到今天 我都没回去过 给我爱人 反正早晚通个电话 我到明年的4月底 就要退休了 说实在 说心里话 现在开始倒计时的时候 就觉得 有点恋恋不舍 就好像就是说 就更加珍惜了 就是反正就喜欢 这个岗位吧 爱一行 干一行 本台记者报道